酒店下面还有一个健身中心 它所谓的东西都是可以去玩的 你喜欢可以带走的 总开买单 开玩笑 可以去玩 很多的健身项目都可以去健身的 这些酒店还蛮做的 当然它还没有温泉池 要是有温泉池可以去泡一泡 但是冷水只有 要买单吗 没有 没有泡的 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水吧 这几天 去峨眉山了 也介绍一下峨眉山的一些概况 这个峨眉山 为什么把它叫峨眉山呢 在北魏时期 有一个地理学家 叫什么名字呢 历道远 但他本身也是个政府官员 历道远 也是个地理学家 那么他呢 写了很多的书 那么其中在水清柱里面 就把这个峨眉山呢 称之为如禽手峨眉 细而长 美而艳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山呢 就像女孩子的眉毛一样 当然 女孩子有几个眉毛呢 一个人不可能是一个眉毛 那就不是女孩子是妖怪了 所以峨眉山 其实一共有几个了 有四个 大峨 二峨 三峨 四峨 两两相对 就像女孩子的眉毛一样 很漂亮 当然我们讲的峨眉山呢 都是指的 有旅游景点的这个大峨山 大峨山 开了哈 如果有点热的话 把这个风口打开就可以了哈 因为刚才蛮冷的 回到车上来又会比较暖一点了 有景点的大峨山 这个峨眉山是什么时候形成 这名称就这样得来的 但这个山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在三亿年前的时候就太远了哈 三亿年前叫什么 既然 震旦祭 或者什么百欧祭 侏罗祭 震旦祭 那个时候呢 受到喜马拉雅山的 造山运动的影响 峨眉山这一块 在以前我们整个四川这一块是什么呢 是海 大海 那么后来呢 就从海里面浓起 经过了三亿年的孕育 八千万年的成长 三百万年的风风雨雨 最后呢 在这个青藏高原 三级台地 像我们四川盆地 这个二级台地过渡段 在这里呢 就形成了一个 由于这个气候啊 多雨 多雾多云 潮湿的地方 就形成了这样一座 非常秀丽的山 所以把它叫什么呢 峨眉天下秀 秀甲九州 峨眉天下秀 非常秀丽的一座山 现在我们看到的峨眉山 远路百慧 一条路 最后一座山 最后一个地址路口 到周固 就传过成高树 哎呦 对面啊 那个小脚岛上面 就是脱麻将的地方 哎 是不是这个小 他还有正儿本事呢 怎么过去啊 有传过去啊 有传过的 有传过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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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些啊 峨眉山和乐山大佛 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了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纳入世界遗产名路 成为大陆四个其中的一个 四川唯一的一个 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 那么在自然遗产方面呢 它有四角十景啊 这四角呢 是日出云海 佛光圣灯啊 哎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啊 这路最安全 哎 你最好是坐到那里 就坐到那里 万一这个车塞一下 把你摔倒 哎 最好注意安全啊 这车在开的时候啊 先挂点 好 他在开车了 日出云海佛光圣灯 视觉 日出云海 当然只要在山顶上 然后住上个十天半个月 有时十天半个月也看不到 运气非常好的时候 早上醒过来 脚下就是云层 然后一轮红日 从云层里面澎湖而出 但大部分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峨眉山最高处海拔3000米 这个3000米 我们成都平原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500米 这3000米的海拔就正好在云层当中 所以几乎是看不到的 运气好也可以看到 日出云海 这两绝可以看到 运气好的时候 或者住个十天半个月 有一天不小心就看到了 然后还有两绝叫佛光和上灯 这佛光是一种光玄现象 据说是个圆形的光环 就像彩虹一样 但是它是圆的 然后你周边有很多的人 但是你在佛光里面只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 看不到其他人的影子 看到佛光的人都会大富大贵的 还有一种叫圣灯 在金顶传说是神仙打着灯笼从天空走过 叫做圣灯的 神仙打着灯笼从天空走过 四绝日出云海 佛光圣灯 那么还有石井 从山脚下第一山亭 那个地方的圣机碗中 到双桥青鹰 白龙江黑龙江交会的双桥青鹰 请大家不要讲了 跟我讲一下 双桥青鹰 白龙江黑龙江交会的地方 这个白龙江就是当年白娘子 大家认不认识她 她一开始修炼的地方 白色修炼的地方 本来我跟她两个青梅竹马的 结果后来她就出去旅游 到了杭州不小心就碰到一个富二代 就是谁了 许仙 有官宦是叫了富二代了 后来就跟着许仙跑了 不要我了 搞得我很伤心了 这个白龙江 黑龙江就是小青住的地方 两条江 所以后来这个许仙被她吓死了 她还好意思回来 要灵芝去救她 然后还有什么呢 白水秋风 喜相识的相识夜月 金顶的金顶祥光 这个是谁洗的这十个景色呢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 又要经过这里 我寻找了 过来 我们不着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